我们前面介绍了种子萌巴幼苗生长 那我们来讲一个在研究史上蛮有名的例子 就是杜杜鸟它是摩里斯斯岛的一种鸟类 它这个鸟类很大型不会飞 已经绝种了 那这是在大航海时代时各种国家登陆之后 一定要先采集食物 不然你在航行中没有食物 杜杜鸟就不会飞 又大只肉又多 就被抓抓抓抓抓到就灭绝了 好那它灭绝之后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那个摩里斯斯岛上有一种树叫大顶树 大顶树其实很大很好很多 但是发现了现在的摩里斯斯岛上 没有年轻的树了 全部的树都超过300岁 可是我发现它的种子还蛮健康的 在实验室把种子来种还可以长得出来 好奇怪哦 它会产生种子 可是你看野生的大顶树都没有低于300岁的 也就是这300年内 它的种子都没有蒙发长成大树成功 都没办法蒙发 没有办法长成大树 就好奇怪哦 那美国的生产学家叫那个坦普尔 它提出一个理论 它说大顶树的种子 它的外层很厚 那这个厚厚的种子没有办法吸水膨胀 所以自然间的大顶树种子是没有办法自己蒙发的 它必须被肚肚鸟吃下后 肚肚鸟是大型鸟类嘛 它的那个砂囊中会吃着砂石来磨碎它的食物 才有机会把种子磨薄磨破 那从大面排出来的这个种子 柴肚鸟会吸水膨胀而能蒙发 所以一旦肚肚鸟绝肿了 没有人帮它消化种子的种皮 所以这些野外的种子就没有办法蒙发 那大顶树就没有年轻的树的幼苗长大了 好这是一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呢叫我们思考 所以坚硬的果皮跟种皮 它可以抑制种子萌发的 我们之前讲过的是莲子这个例子 香丝树也是 那我们就可以想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森林会定时发生森林大火 尤其是蒸叶树 尤其是像松树这种蒸叶树 因为松树它们从叶子到金道根都有松脂腺 所以松树的油脂很多的油 它不满油脂 干嘛不满油脂啊 因为一旦空气干燥 三天一大就会烧起来 烧起来干嘛萤火制焚 它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的球果内的种子 种皮很硬 平常这些种子是不能萌发的 要经过火烧 种皮才会裂开 所以森林大火是为了让我小孩可以发育 而且大火烧过后 虽然我们这些父母辈都死掉了 但其他的杂树杂草也跟着被烧死 所以他为什么要演化出森林大火 一则让种皮可以破裂 而让小孩可以萌发 二则帮我的小孩铲除异己 你们挖的时候 这边是一片焦土 没有人跟你竞争 所以你看这种松树的父母 对小孩多的保护 我把你把你的敌人全部干掉 然后我也把自己干掉 把空间都让给你们 让你们下一代的好好的发育胜涨 但当你们长大了 你们也要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有些国家公园 发现最近30年都没有森林大火 不对劲 甚至会人为的方式 有范围控制的引发森林大火 来维持森林的周期 所以自然界是有森林大火的 但是不能频率过快 也不能频率过少 要调控的 以上这是嘟嘟鸟的例子 我就补充中再补充 这个理论被推翻了 因为有些科学家说 时间上搭不拢啊 嘟嘟鸟绝种的时间 跟大鼎素不再生长幼苗时间 好像不太一样 那有人提出其他的理论 认为不是嘟嘟鸟 是象龟 那有些人认为 不是这些动物消化 这些种一种 一棒久也会烂啊 是因为人类入侵 带来外来种 有人说因为群统暖化 因为各种原因 所以大鼎素才慢慢不能 不能生长 没有新的幼苗 所以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论 嘟嘟鸟理论只是其中一个 而且嘟嘟鸟理论 已经有科学家提出 反驳的意见 认为不太可能是这个假说 所以这个假说 你们只能当做 科学上的假说吧 它不一定是真的 它不一定是真理 好 补充到这里